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谢华发 一直好支持我们香港的观众 香港的业主 给我们很多福利 而且是因为博士 我们现在每逢星期六 都会有一个叫 《珠海华发物业会展》的看楼团 而且9月21号 只有10个名额 就是这个澳门烟花节 大家可以看完美食完 看完楼之外 可以晚上留在这里 看这个烟花节 很棒 这个福利很吸引 对, 但只有10个名额 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烟线 鲜路才行 好, 快点拉电话 好的 408887 出团见 Hello, 大家好 VGA Daniel 先拍个开头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 我们马上去看剪馆 拍了剪馆 下来才拍个开头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 我们现在就在大华的总部 那里 好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雕塑 一个VE字的 对, 跟我们VGA一样 都是一个VE字 这样 那这栋呢 这栋大厦呢 就是大华的总部 很低调的, 非常之低调 那我们现在一个位置的地方呢 就是上海的葡萄区 在这个长峰公园站旁边的 那边也是上海人 经常来玩的一个公园 就是一个长峰公园这样的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另外一些写字楼 那你有没有发现呢 上海的楼都很有特点的 普遍都不高的 那全部一字排开这样的 因为上海人他们 应该说江南人 是对于这个 南不对楼这种舒适性 非常之讲究的 那我刚刚上去看过 我们的品牌展馆啦 他们说呢 广东那些塔楼 两梯四户 前面两户 后面两户那些呢 放到来上海是没有人买什么的 那所以这边基本上 全部一字排开楼来的 好了, 那个建筑啊 很低调的 有这个酒店啦 有地下停车场啦 那这样的 那上面呢 大部分的这个楼层呢 都是大华集团的办公区域来的 那也是非常之低调啦 那大华集团的这个 这个牌 大渡河路三八八十八龙一虎 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进去了 好了, 我们刚刚呢 就在这里啦 王总呢 帮我们打点好之后呢 刚刚就带了我们上去的啦 就在前台登记 那大华集团 那我们上到来呢 办公室这里啦 他们有个品牌展馆的 那就比较长一点 他们呢 有专门的一个小姐姐呢 去详细介绍他们的品牌的 去片 欢迎来自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各位贵宾们 历临参观大华集团的品牌展厅 我是本次的品牌解说员 来自大华集团的李孟瑶 非常荣幸和各位共同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大华品牌之旅 大华集团以昆鹏作为企业的精神IP 北名有鱼 其名为昆 花儿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大华昆鹏在大国时代中不断奋进开拓 钻研更多美好 接下来请各位同仁一起观看我们的大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华集团始终生长 以建筑中国美好为使命 接下来各位同仁请跟我一起步入我们的展厅 我们一起来见证大华昆蓬的成长 那我们整个的展厅呢 其实也是以昆华为棚的典故 象征着整个大华集团的企业发展 包括逍遥游 扶摇上和致千里 那首先我们来到的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展区 中国大华展区 大华集团起步于1988年 是国内较早一批获得国家一级 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也是最早起步最大规模的 中国城市更新并营商之一 目前大华集团已形成 以高质量城市运营为核心 多元产业集团化的运作模式 双轮驱动 稳健发展 接下来请各位一起观看我们的短片 中国大华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资质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接下来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时代大华展区 作为起步于上海的本土企业 大华成长的每一步都和上海的城市发展同步 犹如鲲鹏遨游置在千里 从上世纪90年代上海第一轮城市更新的浪潮中 大华开启平方公里战略 建设运营占地3.5平方公里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大华社区 那在这里也跟各位做一个形象的类比 上海迪士尼园区占地面积1.16平方公里 那么我们大华社区的整个体量 其实相当于三个上海迪士尼的面积 在大华社区 我们出自建设了上海的第一个市民公园 约6万方的大华行之公园 我们建设了17公里的市政道路 4所中学 5所小学 11所幼儿园 在大华社区内 任何一户居民只要步行500米 就可以到达一个大卖场 由此我们也开创了大华的城市更新模式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 大华集团整体接盘浦东五大园区中 唯一的生活配套园区 六里生活园区 那其他的四个园区 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 分别是杜家嘴金融贸易区 张江高科技园区 金桥开发区和外高桥保税区 大华集团以国际开放式街区的设计理念 将其建设运营成为了3.3平方公里的大华锦绣花城 再到2005年 大华集团响应市政府加快旧区改造政策 开发了大华社区的延伸中环新界板块 包括中环一号梧桐城邦两大项目 到了2014年 上海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更新 大华更是一举获得宝山区四个城中村 约4500亩改造项目 开创了3平方公里的星云版图 包括锦绣四季公园城市等大城项目 目前大华集团在上海 在建已建已经多达60多个社区 拥有超过30万的大华业主 按照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测算 有一句话说的好 每100个上海人就会有一个居住在我们大华开发的社区里 各位同仁其实也可以看到 大华集团参与城市更新的规模 大多是以平方公里计算 所以我们也被业内和媒体誉为平方公里运营商 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时代的企业 那接下来请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三连评 我们一起观看我们的时代大华短片 这条老街在一千亩的土地上聚集了2200户居民 尤其是3.5平方公里超大片区的改造与开发 把人民群众在这里生活的配套设施给它配起来 就去改造事关民生改善 事关城市安全必须高度继续 上海的旧改工作不断迎难而上 升级不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接下来各位同仁请跟我一起来到我们的全球布局展墙 正如前面的短片里面向大家展示的 大华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 将上海城市更新时间的成功经验 带到更多的城市建设中经验更多美好 犹如坤化而为鹏 团扶摇而上 目前 大华集团已布局全国五大区 包括长三角 环渤海 中西部 西南以及华南区域近30城 整体开发建设了8大平方公里新城 18个百万方超大型社区并进行综合运维服务 包括180万方的南京锦绣华城 150万方的大连锦绣华城 那其实在我们的华南区域呢 我们也是拥有一百万方的海口锦绣海岸 300万方的广州大华城和340万方的昆明锦绣山海 每一座大城都成为所在城市的人居标杆 这也体现出大华集团参与当地建设的规模和规划 都始终立足于城市发展的前沿方向 同时我们在澳洲积极拓进三城 是当地最大的华资企业之一 各位同仁其实也可以看出大华集团的土地储备 90%集中在国内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我们持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摘取优质地块 近三年我们共获取50余幅优质新地块 总见面超600万平方米 而且特别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独自拿地 以跨周期项目的强大生命力 大华集团不断赋能城市的更新发展 那接下来各位同仁请跟我一起来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战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积淀 大华集团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权威核心产业链 包括前期配套设计研发 成本招彩 工程施工 景观园林 装饰装潢 物业服务 商业运营等 全产业的融合联动 铸就了大华集团在城市更新赛道上的核心竞争力 其中工程师工景观园林 装饰装潢 组成了大华建筑的三架马车 我们拥有房屋建筑工程师工和市政工用师工程师工总包一级自治 有力的保障了超大型社区建设的质量与节点 同时大华服务也是国家物业管理一级自治企业 五星级企业 中国物业管理综合实力50强 持续为超大社区产业园区办公商业等多业态提供运维服务 大华商业也是构筑了包括城市中心 区域中心社区邻里商业的多层级全覆盖商业服务体系 那接下来各位同仁我们一起来观看我们的核心产业链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多元产业生态的原评 大华集团以服务大社区运营为目标 强核心拓多元 拓展了包括高新产业投资 高端酒店 长租公寓 优质教育 加装定制等多元产业生态 共融城市未来 那接下来请各位一起观看我们的原评的内容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我们背后的这一面 荣誉斩墙 在奋斗之路上 我们也获得了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嘉奖与认可 目前大华集团位列中国房企30强 上海企业50强 上海民企9强等荣誉 那我们目前的最新排名呢 已经是到了上海企业的第37名 自有统计数据的2014年至今 大华集团已经连续10年 财务三道红线全绿党 整体财务状况安全稳健 那我们呢 也是自2003年起 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2020年该奖项正式更名为上海好商标 大华再度荣应该奖项 并成为了唯一上榜的房企 这也是政府和社会对大华集团合同 这种信用方面一直非常的珍视 这也是我们大华集团诚信务实的企业文化的体现 尤其是近年多家房企条停工延期交付的大环境下 大华集团2022-2023年累计交付近5万套 百分百实现了按时或者提前交付 大华交付给大家带来的是稳稳的幸福 那接下来请各位同仁跟我一起来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互动展区 那大家面前的三块互动品呢 主题分别为 品质之光 责任之光和人文之光 那我们首先呢 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品质之光 大华集团一直以来视品质为生命 曾多次荣获上海建筑界的最高奖项 白玉兰奖 并且在建筑行业内开创了多项先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的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陈列在里面的这座白玉兰奖杯背后的故事 并且在这座白玉兰奖的奖项结析呢 并且在这座白玉兰奖的奖项结析呢 都所属于在所有的制工业的企业 不过今年上海的白玉兰奖 有事将近日日落鱼的奖项结析推荐 放在了民主持络单位的鱼库 宝山的建筑往上抵抗 在2016年 大华在宝山南大宫建筑建筑往南秀甲苑 莲获了下海市建筑公主质量和最高能力 白玉兰奖 开创了贡献航或者白玉兰奖的建筑 并且成为大运的白玉兰奖装的红层 迎来了业势转押同行的参观结析 而这一世界并且在奖顾安下海人子西游戟 长期以来会质量的严格交流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一起来到我们的责任之光展区 展柜里陈列的是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大华集团第一时间捐赠1000万的捐款证书 不止于此 大华集团对于城市建设 也充分体现了民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世博期间 浦东华城锦绣华城项目响应政府号召 积极支援了累计20万方的配套住房 大华集团第一时间捐资国会 大家可以去重新安排 大华集团发生 一名四国人集团的 不只能够大华 只能三台职博会 一名积极处来的重新安排防 最后要交代 怎么办 大华集团 你拿着证证 是问什么困难 是问什么什么 最后来到的呢 是我们的人文之光展区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人文之光展区里面 陈列的展品非常的丰富 那最前面的呢 是以我们企业精神IP 昆鹏这样的一个形象 特别定制的这个独家的手办 那后面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上海女篮的千名篮球 大华集团有着深厚的篮球基因 我们曾经赞助江苏男篮和上海女篮 2014年 我们与上海体育职业学院 宝山区体育局 共同组建了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 代表上海征战全国职业联赛 那我们曾经呢 是连续九年冠名支持上海女篮 并且在合作期间 上海大华女篮战绩辉煌 2020年大华女篮为主力的中国三任女子篮球队 更是为我国摘取了中国篮球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好的各位同仁我们继续往前吧 我们继续往前 昆蓬的史诗进化象征着更为辽阔的生命价值 正如大家头顶着蓬之意 怒而非其意若垂天之云 大华的企业理想不止于企业发展 更致力于传递善的力量 那接下来的话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区 我们的公益文化展区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公益文化展区 大华集团多年来支持公益事业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公益基金会 加多个专项基金的运作模式 大华公益基金会深耕四大领域 在川 闪 滇 捐建五所希望小学 大华希望网校于2019年10月正式启动 目前已经覆盖了云南七个州市和安徽六安 36所小学约1万名学生 已经成为了上海市政府公益明星项目 并且也荣获了上海市团市委 举办颁发的百川杯公益创新奖 大华公益秉持受人以渝 不如受之以渝 带领全体员工参与公益 每年一度的公益跑步 爱心即逝 一对一帮扶 让爱润物细无声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去往前 来到我们的这个文化部分 那我们面前的大屏里面播放的呢 是我们的企业价值观影片 奋斗 求真 自律 学习 共赢 向上美好 奋进拼搏的昆蓬精神 也是我们每个大华人精神力量的体现 求真 就在他方实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奋斗 奋斗 求人 求人 自律 自律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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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到我们 大华人的身影 绽放在城市的凶消和激情中 奋斗 求真 自律 学习 共赢 我们始终在路上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各位领导再跟我们一起来一个华丽的转身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面前的非常美丽的长峰公园 映入各位眼帘的是我们的长峰公园 这是一座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上海的市民公园 承载了非常多的城市记忆 历经70余年岁月 我们的长峰公园历久弥新 也正跟大华集团的企业愿景不谋而合 成为中国一流城市更新运营商 多元发展 打造百年生态老店 那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正好可以看到 就是在晚上的六点多左右 我们大华这个长峰公园周围啊 周边也是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知名和住户 一种滑灯出上 一种美丽的一个景色 本次品牌之旅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 再次感谢各位同仁的聆听与参观 大华集团秉持初心 以全心全力为人居服务为己任 期待和我们的各位合作伙伴 始终生长 共同建筑中国美好 我看完那个品牌展观了 我看下他们的办公区是怎样的 这边就会有一些梳化 有一些摆设在这里的 那他们的楼梯底经验都有做到这个 枯山水 那也不可以说是枯山水 是一些陆直摆设这样的 比较新式的一些办公室来的 那在上班的那些都是比较年轻的 那现在都时间不早了 已经是这个6点半了 对了 收工时间 那今天这个品牌介绍就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都想对这个 大华有一些近深入的了解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LIFLAG那些的 那到时可以联系我VGA Daniel 97944382 97944382 去看这些资料这样的 传一份完整版的给大家 好 今期节目差不多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明天就会去看 其他大华的实地项目是怎样的 以及那些入了火的项目的素质是怎样的 明天见啦